2024年10月16日,扬声大师圣哲曼,伟大变革的开始,传导James McConnell,译者,扬声传导。 我是圣哲曼,我在这个时候,这些时刻和你们在一起时代正在变化,是的,时代正在发生变化,并将继续发生,但变化将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将觉醒并参与这些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将像你们现在一样拥有可以看的眼睛和可以听的耳朵,所以要知道,因为你们刚刚的经验已经影响了集体,只刚结束的引导冥想,以及你们之前经历过的所有经历,以及地球上所有群体所拥有的所有经验, 那些向所有准备好听到他的人传播真理和光的人的所有经历正在带来改变,伟大的改变,这是伟大变革的开始,是的,确实如此,还会有更多的改变,此时还会有更多无法抑制的情绪。 但你们,你们可以继续看这部电影,知晓一切都会发生,并且会有一个结局,这一切都会结束,但每当任何事情结束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而这个新的开始也正在发生,所以,结束即将到来,开始也正在准备开始,因此,当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因第三维度矩阵中发生的事情而以各种方式感到沮丧时,请以这种方式思考。 要知道,这就是第三维度矩阵中发生的事情,这并没有发生在你们正在创造的五维现实中,因此,让这个过程继续进行,并知道你们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你们可能不是那些像所有愿意倾听的人大声说话的人,但你们是分享光明的人,即使你们可能甚至不知道你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分享光,但当你们确实知道你们正在分享光和真理时,你们就会对那些准备好体验他的人产生更大的影响。 那些人已经准备好聆听真相并觉醒于真相,就像你们所有人一样,知道他们的时代即将到来,就像你们的时代已经到来一样,闹钟将会像之前一样响起。 所以,相信自己和无限的自我,因为此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你们,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们,除非你们允许自己被阻止,除非你们允许自己被带回去,否则没有什么可以带你们回去。 别想那句话我们不会回去,甚至不要想这个,因为你们正在前进,总是,总是前进,总是,再一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除非你们自己停止,否则你们会继续前进。 无限,那就是你们所有人要去的地方,这就是你们的命运,为什么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真正的命运,成为你们来到这里的目标,并为所有准备好体验他并为自己找到他的人提供帮助。 这是你们很久以前自愿来到这里时所作的承诺,你们曾许诺要在这里直到最后并成为新开始的一部分,现在一切都已到来,所以请做好准备,为即将成为爱的新表达,更高意识和一体性,相互联系的一部分的一切做好准备,你们一起走向未来,你们一起在当下,就像你们现在在当下一样。 未来确实是宏伟的,我是圣哲曼,我现在让你们在和平、爱和和一中离开,你们继续前进,永远前进,永远雄起,即使你们跌倒了,但请起来继续前进。 2024年10月16日,大天使迈克尔,神圣邦助增家,传导Patricia Coulter-Oboz,一辙,扬声传导。 我是我的我是存在,我是与每个男人、女人和每个人的我是存在合一。 地球上的孩子,在这个神圣而神圣的日子里,我为自己祈求的,是代表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祈求的,与每个人的神圣计划和所有相关人员的最高利益完美一致。 我意识到我在地球上的物理存在,我知道我与所有生命合一,我轻轻地将注意力从外在世界移开,虔诚地进入我鲜火的神性。 在这个神圣的空间里,我的父神母神将我包裹在我所能接收的最强烈的启蒙黄金火焰中。 当这神圣的火焰随住每一次神圣的呼吸在我体内和周围燃烧时,我感觉自己在意识中上升到我父母神的心脏。 立刻,我就被我的神圣父母深不可测的力量和全面的神圣之爱所拥抱。 我听到悠扬的音调,吸收他们精致精华的天国香气。 我再次深深地呼吸我的神圣气息,我体验到自己被提升得越来越高。 在这个无边光辉的净土维度中,我观察到神圣之爱、一体性、敬畏生命、永恒的和平和上帝的无限丰富的全新模式。 我次入每个天体图案内的纯洁核心,这些新地球的辉煌表达的辉煌渗透到我的存在。 我现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觉醒,一个新层次的神圣启蒙正在我的内心和思想中浮现。 随住每次吸气,我提升到越来越高的启蒙金色火焰频率。 每一次呼气,我都会喷出这股神圣之火,启发地球上生命进化的各个面向。 当地球上进化的每个人类都被这金色火焰的全部潜力所奉献时,我们的我是存在激活了我们RNA和DNA结构中的特定遗传编码。 这些代码包含每个人神圣计划的完美概念,这种光的活动赋予上帝每一个爱子和爱女实现我们神圣目的和存在理由的能力。 透过这种激活,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和情感都得到进化,并与我们最高的综合神圣之爱和神圣前力重新调整。 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等待至爱的大天使迈克尔的神圣干预礼物,天堂的陪伴向我们保证。 我们的一时呼吸和本愿我们对吸收今年迄今未知所收到的光之礼物的关注,已经以强有力的方式加速了地球母亲的扬升进程。 他们想让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即使外表似乎没有反映出这个真理,光之存有一次又一次地解释了这种看似悖论的原因,以防止我们灰心和放弃。 今天,他们希望我们回顾他们分享的内容,因为我们尚未吸收的光的强度似乎加剧了我们在外部世界观察到的困难事物。 上帝之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地球上增加,当光渗透到生命的每个原子和亚原子粒子和波中的纯净核心时,它将与光冲突的每个振动频率推到表面。 这包括人类在所有时间框架和维度中剩余的所有不以爱卫基础的人类错误创造。 它也包括黑暗的异程和痛苦的事情,仍然受到我们顽固的兄弟姐妹的自我迷恋和基于恐惧的自我影响,影响助人类元素王国和地球母亲。 我们的扬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能够在光中完成扬声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我们人类的错误浮出水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紫罗兰火焰将它们转化回原来的完美状态。 从我们在物理层面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在任何特定时刻确切地知道这种表面上的负面情绪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个人或人类大众集体。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正在应对各种挑战,这取决于我们不同的人生道路。 当负面情绪浮现,我们受到各种不和谐能量的轰炸时,人们会根据他们当时的心态以及他们可能经历的恐惧或焦虑的程度。 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几十年来,随着上帝之光在地球上的增强,光明真理领域中的光之存有一直在为人类提供强大的工具。 以保护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免受表面消极情绪的攻击,大天使迈克尔和他的保护军团在防止人类被这种表面上的负面情绪淹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随着今年整个造物界发生的量子转变,上帝之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地流入地球上生命的每一个粒子和波的纯净核心。 当然,这意味着负面情绪正在加速显现。 好消息是,由于量子转变正在地球人类体内的细胞水平上被同化,因此为至爱的大天使迈克尔将我们的保护力长升级到更高水平扫清了道路。 为了为地球上的每个人启动这一星级别的保护,亲爱的大天使迈克尔,在每个人的我是存在的批准下,以授权驻扎在每个人光环内的第五维度力量和保护大天使,以大大增强我们的力量保护领域。 这些无私的上帝使者经过训练,能够维持和调节上帝无限保护的无敌立场,以封装我们地球上的身体。 这个保护立场是一个第五维度蓝色和白色闪电的圆圈,它可以防止任何不属于光的东西进入我们的空间或全然我们的神圣计划。 这个保护圈允许光轻松地来回穿过它,但它会偏转任何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经验的表面负面情绪。 来自大天使迈克和他的第五维度力量和保护大天使的这份礼物被称为不是上帝完美的第一个原因的戒指通行证。 在这个强大的日子里,最爱的大天使迈克和他的第五维度力量和保护大天使正准备好等待我们的邀请,建立一个比我们能够安全接受的更强大的上帝无限保护立场。 这个光丽场将帮助你们,我和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过外在世界中出现的任何具有挑战性的事物并转化回光。 如果你们有心灵呼唤参与这个机会,请立即加入我。 我们开始,寻求额外保护现在以上帝全能存在的名义。 我是,我祈求至爱的大天使迈克尔和他强大的第五维度力量和保护大天使。 亲爱的医们,现在就出来吧,大天使迈克尔,怀助深深的谦卑和无限的感激之情。 我请求你们赋予强大的第五维度力量和保护大天使力量,这些大天使驻扎在每个人的光环中,以及大地加强我们的保护。 在大天使迈克尔的命令下,第五维度大天使透过每个人的环呼吸,传递出人类可以在细胞层面上安全承受的上帝力量和保护的最强化频率, 而不是上帝的第一完美原因。 大天使迈克尔宪在命令每个大天使调节和维持这个蓝色和白色的闪电圈, 从而防止任何部署余光的东西进入我们的个人空间或全然我们的神圣计划。 亲爱的第五维度力量和保护大天使,我代表全人类感谢你们, 我衷心感激地承认你们的环通行政的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上帝完美的第一个原因。 这个力量和保护的立场线正在将我和全人类包围在我们父母神的无敌之光的不断扩大的怀抱中。 事实也是如此。 亲爱的义们,请感谢你们每天从第五维度保护大天使那里得到的帮助。 你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份来自大天使迈克的礼物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所感受到的和平带来的改变。 然后你们就会知道处于世界上但不归属于世界意味着什么。 亲爱的义们,上帝保佑你们,我期待祝下周与你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